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苍天 斗洪水 血脉夯实九州神奇 造仓声 话万物 梦想铸就 山海认同 山海经描述的地狱究竟有多大 一个叫树亥的人 从大地的最东走到最西面 一共走了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 一种说法人为 是与命树亥用脚步测量大地 行走中 树亥右手拿着算筹 左手指着青秋国的北面 为什么要指着青秋国北面呢 讲树亥测量大地故事的前一段 山海经海外东经说 青秋国北面有一只四足九尾的湖 冥冥之中 树亥手指的方向 指出了大雨一段爱情故事 五月春秋说 一只九尾白狐造访了雨 欲是大雨即将取亲 果然 雨取了屠山氏族的女骄 后来的传说中 屠山女骄与九尾狐的形象 叠加在一起 似乎大雨取了一只九尾白狐 甚至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古之时 一场洪水泛滥世界 为治理水患 与输酒和八年余外 三过其门而不入 因此冷落了新婚的妻子 苦苦等待的屠山女骄做了一首歌 歌中唱道 我厚望你啊 这是有时可差的 中国第一首爱情歌曲 已是男音之时 安徽屠山有愧望夫时 据说为屠山女骄所化 在这里矗立了几千年 一种说法认为 屠山氏族之所以好屠山 原本就是崇尚山石的部落 所以屠山女骄化石 其实是生命回归永恒的行为 屠山氏呢 它是有非常鲜明的 它就是一个山岳崇拜 石头是山的一种灵魂 所以这个屠山氏呢 给了我们这个中国文化中间 一个非常典型的 山石崇拜的这样一个代表 我化身为石 疏忽间已过数千载 屠山氏族崇拜山石 回归石头 才是生命长存之一 雨也不是被人们诉称石头 当然这是纪念它创造的一切 这个世界早已沧海桑田 山海世界万物皆有灵性 我到底是九尾湖 还是屠山女骄 或人或寿 任凭后人听说 山海经南山经 描述九尾湖所居之地 是青秋之山 其阳多玉 其阴多清酷 也是个多石多玉 矿产丰富之山 各种动物出没于此 山上有只鸟叫冠冠 形状像斑鸠 叫声却像两人在吵架 祖里的长辈说 佩戴它不会受到迷惑 冰水发源于紫山 向南流入记忆之泽 泽里有很多赤乳 形状如鱼 却长着一张人脸 她的叫声如鸳鸯 吃了它不长戒疮 祖里长辈说 出来玩时 要把九个尾巴藏好 如果碰到上山打立的人类 一定要躲开 因为他们说 吃了我们的肉 可以不受央央学毒气的侵扰 山海经大荒东经和海外东经 也分别提及了青丘国有湖四族九尾 但凡九尾湖势必跟青丘挂钩 青丘究竟为何物呢 有学者认为 在中国神话中 扶桑汤谷都是参照物 泛指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 青丘呢 也是如此 对应着天上东方苍龙星秀的 北姬两秀 象征着东方春天 天上的鸡秀四颗星组成的 而尾秀呢 是由九颗星组成的 正好和山海经的这个描写 九尾湖啊 四族九尾的形象完全一致 所以呢 我们判断九尾湖它的原型 可能是天上的鸡星和尾星 这个两个星秀 在汉代 九尾湖的形象 频繁出现在 气敏和汉化像石上 与玉兔金蝉和三足乌 并列于西王墓身边 波普给九尾湖的注释 直接说 天下太平时 九尾湖才会出现 成为祥瑞 而其他史料记儿说 得志鸟兽 则九尾湖现 我们看山海经的造型呢 它基本上是一个狐狸 后面的尾巴 是分别找出九根尾巴 这个造型呢 大概是明清时候的想象 但是我们看汉代九尾的造型呢 它就更丰富 我觉得更有趣味 它是一根长尾巴 然后呢 八个小分支尾巴 尾巴它在一定的程度上 是个美的象征 汉化里蝉除代表月亮 金乌代表太阳 九尾湖是否就代表星象呢 很多民族把天上的星座 比拟成动物 也是由来已久 如此我们不难理解 五月春秋里讲述的大雨 和九尾湖相遇的故事了 大雨担忧自己无后 说如果真想让我结婚 肯定会有预兆 于是就有九尾白湖造访雨 也可以理解为 看到一种预示急兆的星象 星象九尾湖 亦或屠山女骄 就在这么一次邂逅中 合而为一了 五月春秋 以罕见的歌以永志的方式 讲了这场家园 书中说 大雨忙于治水 年过三十恐后 既无人 心生胶着 行至屠山 一只九尾白湖 出现在他面前 大雨为这相遇 留下了简短的两句 白者 无知福也 其九尾者 亡之正也 胡从《山海经》里面的 这个无善无恶的 吃人怪物 他有可能会被人吃 他也有可能会吃人 对 他可不是见了人 就想谈恋爱的 谈大雨 他是主动追求九尾胡的 他说 九尾王者之术 白色呢 就是我的吉祥寺 行了 就它了 九尾胡获得在 中国文化中的正当性 其实恰恰就是 因为大雨 山海经中那只闪烁不定的神异洞 在五月春秋中 终被赋予人格 随随白湖 九尾茫茫 我家家仪 来宾为王 成家成事 我造笔昌 屠山女娇族人们 已欣然唱起屠山歌 迎接大雨和女娇 祝福两人 喜结良配 屠山是他要实现他的爱情 要保持这种家庭的稳定 所以他事实上带领着他的部落 也是加入了这个治水的行列 这个团队的加入 它实际上也是壮大了 我们治水的一种力量 所以这个事业的合作 也是促进了这种爱情的成功 屠山士族是当时强势的士族之一 同时也是一个成熟的母系士族群落 依照当时的士族规则 将来两人的子女也将归属母系 或许那一刻已经埋下伏笔 他的父亲古文 因治水不力被杀 大雨是继承父亲的遗志来治水 这种子承父业 已经旗帜鲜明地表示 大雨父系的态度 又怎能融入屠山士族 而在传统的时代 都是南道吕家罗户 然后还有从武姓 现在从父姓 已经是在整个的华夏大地 就开始蔓延开来了 这个婚姻有爱有事业 更有他家族的血脉的传承 他实际上两方面要兼顾 是何等的这种艰难 他走了 我却不能跟随 我的丈夫心信天下 我以他为傲 这个不是感情的问题 是强调大雨是公而妄私的 强调大雨有品德 为了天下不顾自己的家的 顾不上家 这是有道德的标志 不是坏的标志 涂山市看到大雨 比如说走了 他这个还唱歌 是吧 在那个旁边唱一个歌 叫侯文熙 是吧 我就过去讲 我说这个旋律传了几千年 我们现代流行歌曲 用了两首歌 才把这个主题搞定 第一个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第二个呢 就是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他爱上了这个英雄 但是呢 这个制度 这个文化 这样一个社会 它又会引起我们 这样一个文化的冲突 所以这个里面 就形成一个矛盾 就是男女之爱 家庭之爱 又和社会的致命 一种情感的冲突 非常坚弱地交织在一起 这首感人至深的歌 说明涂山市女娇 自打与大雨相遇 都没有离开涂山 还是一种从母居的婚俗 大雨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说法 是后来父系社会的概念 母系氏族 却是保有生子不知其父的习俗 后人西一 终究不是办法 淮南子的讲述里 涂山市女娇 还给治水的丈夫送饭 说明她又去找了大雨 也许是为了爱情 顾不上母系传统 也是对逐渐兴起的 父系时代的顺意 终于大雨看到风尘仆仆的七 那边看到风尘仆的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是强调这个父系的这个传统啊 对这个还生活在母系传统的这个土山寺啊 这个心灵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强害 冲突终于发生了 每个人都陷在了他们无法掌控的境地之中 淮南子的故事里 大宇在治水的紧要关头化身为熊 他用熊的力量打通还原山 这里强调了一个细节 土山寺女娇只能听到鼓声才能来送饭 也许大宇不想让妻子看到自己熊的样子 那天 屋外雷声大作 我听见一声巨响 是鼓声 还是雷声 心中下一个似的 惦记在外劳累的她 我急忙去送饭 其实只是一小块跳石掉落在鼓上 土山女娇闻声赶来 这块崩落的石头 欲使土山女娇即将化作了 另一块净利的石头 这是鱼 万万没想到的 赵王 赵王 终于看见她的背影 她突然转过身来 我好害怕 她竟然化熊 这是示威吗 我不有的愤怒 大宇怎么化为熊 她自己真的是变个熊 在那里干活吗 她去干活的那支队伍 可能是有个旗子 这个旗子上面 可能她就变成了熊的旗子 就是说她实际上是归到父亲这样一个怀抱 土山市一看 你现在要就马上就归到父亲 这个叫我情何以看呢 土山女娇看到大宇化身为熊 于是羞怒离去 土山市看到大宇变成了熊 是吧 惨而去 然后就跑了 就转头就跑 跑什么呢 她没想到自己的丈夫居然不是人 是个熊 惨而去 很惭愧 我怎么会嫁了一个熊 那是很丢脸的事 很羞愧 所以她要离开 我在闪遍 与暴雨中奔跑 跑到历境虚脱 逃到无路可逃 如果无跃春秋说 从前是大雨走昏到屠山 现在淮南子说的是 屠山市女娇嫁到夫家 母系到父系的转变 体现了屠山女娇的纠结 她残而去的行为 具有逃婚的性质 当初在屠山还会对于有所思念 而来到雨身边 也许她又犹豫了 来到松高山下 等待大雨的 是以化为巨石的女娇 你既然化熊 我便化石 就在女娇化石的瞬间 有了儿子齐 对立的时刻 孩子来得恰到好处 屠山女娇为什么要跑到松高山下呢 更有学者认为 因为她必须走至天下之中的松月脚下 只有在大地中心 并且化石生子 才能与大地之母合二为一 像所有为孩子着想的母亲一样 赋予儿子人类之子 大地之子和山岳之子的多重身份 而雨的父亲滚 好重泊 当时的封地就在崇山 也就是松高山 所以当屠山士女娇 带着尚在腹中的婴儿 从还原山到松高山 带这对父子回到祖先封地 又在石头中生下儿子 似乎是用行动 追溯下朝历史的一次 神圣仪式 大羽说 归我子 人形巨石北面破裂 与的儿子起 诞生了 所以你看那个场景 是中国神话里面 所有的有情节 有冲突 而且很好看的一个场景 就很像父母决裂的时候 要这个孩子跟谁 所以我们能够从九尾湖的故事里面 能够看到后来在社会观念急剧变动的时候 父权制和母权制在激烈争斗的过程中 他所留下的一个活化石 他变成了一块石头 这正好是屠山士 对他母系的 对他图腾的一种忠诚 也是就是说 对他自己的旗帜的一种坚持 但是呢 我们就看最终的神话叙事 是石破北方而生起 这个大鱼的儿子 最终是以什么样的图腾呈现的 以三十步路的 有人认为石头破裂 起诞生 屠山女教把孩子给了大鱼 说明认同父系 起生于石 说明起生在三十步落 证明大鱼虽然坚持父系继承 但提倡的是 既认父也认母 这比较母系社会 只认母不认父的观念 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 起母这个词 也流传开来 我们仰望星空 四颗基绣星 九颗伪绣星 构成的四足九尾 正是天上银河的起源之地 银河蜿蜒起末于二十八星宿的走向 又一一对应了 大鱼在人间治水时 到二十八座山的路径 这难道只是巧合 难怪树害在不良大地之时 要手指象征伪继继绣星宿的青秋北了 这是雨至水之时 也是遇见涂山女骄 或是九尾湖的契机所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夜中美有款 涂山女骂 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